你也喜欢这件礼服吗 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件衣服 我也很喜欢 相信我妈妈一定也很喜欢 妈妈 这是你做的 是啊 这是我即将参加风尚杯的作品 我也想做出这样的衣服 我也想做出这种 当别人一眼看到 就会感动到流泪的衣服 我可以吗 只要你肯努力 一定可以的 我叫童小悠 你叫什么女子 你跟那些记者说的都是假的对不对 当然是真的 我不信 所以说你傻 如果我真的是你说的那种平庸的女生 那你干嘛和我走什么近 干嘛还要住到我家里 所以我说你傻 我在利用你你不明白吗 我不跟你走得近一点 我在医院会有人照顾我吗 我还有地方住吗 那你干嘛要答应我当设计师啊 我没有答应你要当设计师 我本来就要当设计师 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一定要这样说话吗 那不然要怎么样说话吗 我告诉你 像你这么平庸的人 我是不跟你把话讲清楚一点 你以后一定会惨的 这种人我见多了 从我打算要付出之后 我就不想再跟你联络 你听到了没有 让开 反正我就是不信 我觉得你说那些话都是编的 都不是你的真心话 童小悠 你以为你在演偶像剧啊 你真的以为你是八道总裁 会喜欢的那种女生吗 不要做梦了 夜 寂寞了一点点 我手中的咖啡 少了最难的安慰 少了最难的安慰 这模糊 这模糊的定位 我对你或许不特别 我对你或许不特别 可惜只对你有感觉 背对背的安慰 没当沉默 在喜欢中慢慢被省略 慢慢被省略 这么破旧的小区 委屈你了 随时都会被搁浅 爱 让我流关的依偎 能站在你周围 就是甜蜜的恩惠 我知道我们不配 你心里在想那个谁 偶尔需要人陪 却不敢说 委屈得很狼狈 我对你或许不特别 可惜只对你有感觉 背对背